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1日星期五 今天港股開市是未升的 核生指數升51點 國際指數升23點 科技指數升28點 籃籌股是紮幅上落的 建築銀行升0.67% 令指數升6點 有幫保險升0.45% 令指數升6點 但是中國移動跌 1.6%令指數跌 10點 A股開始升4點 碧桂園服務開始升3% 升幅最大的藍籌 新倉國際跌 3.6% 跌幅最大的藍籌 開始之後港股都是紮幅上落 科技股領升 京東升2.5% 令指數升11點 馬里巴巴升0.9% 令指數升10點 騰訊升0.8% 令指數升10點 美團升0.7% 令指數升8點 內地政府容許內房股在A股再融資 內房股升幅最大 碧桂園升8.2% 碧桂園服務升4.4% 中國、香港升2.8% 華潤之地升2.9% 及龍湖升3.6% 相反 有幫保險跌1.12% 令指數跌15點 李寧跌3.9% 令指數跌9點 汇豐跌0.6% 令指數跌8點 染曠澳大利亞第三季產媒創新高 估價升9.3% 港股反覆微升的 恆生指數升不夠 50點 但是上週收市都是由升轉跌 恆生指數上週收市跌27點 國基指數升12點 科技指數升8點 成交500億元 下週港股仍然是窄幅上落 徘徊在升雨跌之間 一度是跌百幾點的 但是有個別板塊上升 內銀股上升 建設銀行升1.8% 令指數升16點 工商銀行升1.9% 令指數升10點 恆生指數收市跌69點 國基指數升5點 科技指數跌19點 成交940億 港股責幅上落